近期史丹福大学一项研究报告指出 电子烟中所使用的调味剂或许对心血管有损害 增加烟民罹患心脏病的可能 许多烟民认为电子烟不含有传统烟草燃烧时所产生的致癌物质 因而相信使用电子烟会更加安全 然而本周一斯坦福大学心血管研究所公布的实验结果显示 电子烟的烟雾和调味剂即便没有尼古丁等有毒物质 却依然可能引发血管功能障碍 进而增加心脏疾病的风险 研究中心表示 调味剂中属肉桂和不合醇口味毒性最强 健康人类的血管细胞在暴露于电子烟之中 会产生受损和发炎的迹象 进而损害心血管的生成以及伤口愈合的能力 然而该研究也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 指称这种由小型实验室中得出的结论不具有说服性 但同时也有专家表示 该实验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吸食电子烟 而对于其真正危害的研究却远远不足